初兄之夜 想起點 挫暖的人 疾痾苦漸漸 偷 а又大舉修人的魚巷 無心啊 故意要來祝你拜 希望你希望 無痛來願歹 親親你一關 無情人 我心無愛 孤才思亂 心愛的人 我沒陪你 我愛心來割堆 無法人 請你不討我 孤才思亂 妄想著你 我真感 你是多少愛的人 親親你一關 無情人 我心無愛 孤才思亂 心愛的人 我沒陪你 我愛心來割堆 無法人 請你不討我 孤才思亂 妄想著你 我真感 一定是我最愛的人 謝謝兄妹 文心兄妹我覺得你們兩個的默契很好 然後呢 也因為呢 我覺得 妹妹唱歌 會給我很放心 但孤子唱歌 我會煩惱 我就覺得孤子都會淡淡 稍微看妹妹的感性 了解 是不是 那樣的味覺 知道 是不是 那個默契就是這樣子來 可是這個也是我們想要的 就是真誠的 那真真實的一家火人的感情 在台中的呈現用歌曲 唱出我們全家火的感情 這首歌我覺得唱得非常的好 都很棒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覺得雅雯老師講得真好 什麼叫家人 就是我接受你的好 我也接受你的不好 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請建偉老師 為我們講評 老師好 你們好 你們好 我覺得一家人擂台賽 有一個蠻重要的中心的思想 就是我們都覺得舞台上 我們以前的學習上 也是告訴我們 舞台是一個叢林 就是每個人要想盡辦法爭取 反正就是要比別人好 要搶盡頭 但是一家人擂台賽讓我看到的是 要怎麼樣讓大家都好 兩個人好 然後互相扶持 互相幫忙一起好的這個感覺 接下來我們請荒山亮老師 為我們做講評 我們的阿通塞 老師好 還有文欣 我覺得文欣是 對唱歌是很 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然後阿通塞其實也很辛苦 你是 我就慢慢的感覺到 你是為了疼妹妹 然後為了要成就妹妹 然後陪著她 阿通塞也不用 還要為了妹妹唱歌的事情 還要下功夫對不對 所以說 今天兩首歌的表演 我都看到很感人的部分在裡面 所以非常的好 我覺得這個 這個比賽越來越有意思 對啊 好 大家都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 其實說 人家大後 兄弟姐妹都各過各的 因為這個比賽兩個 聯絡得比以前更多吧 對不對 是 是